天使星家族基金会连续十年提倡爱奇儿日 呼吁大众接纳支持有身心障碍孩子的爱奇儿家庭 而今年更有五都市长共同响应 友好天使好久不见的活动 3月16号全台分别在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举办爱奇儿家庭日 这股友好的氛围 十年下来俨然已形成一股社会风气 天使星336爱奇儿GoGoGo 每年3月第三个星期六336爱奇儿日 从2010年在台北发起 前总统夫人周美卿和行政院长将一化到场支持 接下来每年政府机关、县市长、国军、志工以及演艺界的好朋友 也纷纷热情响应 如今也从一天的友好日延伸到友好洲 友好行动已在全台遍地开花 公车孩子突然抓狂 就司机竟然会停车安慰这个妈妈说 这样的孩子其实本来就出来让他跑一跑无所谓 你看那个场景可能以前是会被不了解 但是当这些336的活动一直在持续的时候会累积的时候 那个司机可能他意识到这个就是一个爱奇儿 当社会氛围改变是友善的是接纳的 其实就是帮助这些父母亲疏解心理压力的最好的方法 我们的友好将带给他们实质的喘息 在推动友好爱奇儿的社会活动时 许多志工戴上友好徽章 温暖的氛围在每一个角落滚动 透过李明跟他们的一个所谓的认识 然后慢慢能够理解 那理解之后的话我们能够接纳 然后未来就是一个很友好这样的一个李 我也带了我们的李明 我们有二十几位来这边来做参与 给我们官面一个非常正向的生命教育 让他们知道保家卫国 其实就是要走入群众当中跟人民在一起 而且对于我们这些弱势的家族 我们有能力能够付出一份心力 天使心家族倡议父母走出来 孩子才有希望 当爱奇儿家庭受到冷眼旁观 不友善对待时 社会的角落就会发生悲剧 因此社会的理解和接纳非常重要 我们在校园的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爱奇儿 是很希望老师们家长们同学们 可以共同来一起来认识他们 同时跟他们友好 他非常高兴 特别是每次的时候 第一个是游行 因为他很喜欢走路 他就觉得游行的氛围 大家一起走 他觉得好开心 现在是改成演叹 他更开心的 有一个主题歌 每次见面的时候 我们就会唱那一首歌 而且是他主动对我们唱 所以我们都会很感动 就是他其实一直记得我们 所以我们的关系可以维持这么久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彼此的关心 然后越多的认识 就越知道这样子的孩子 真的是天使 他们真的很可爱 爱奇儿日嘉宁华派对 虽然结束 然而社会大众持续对爱奇儿父母 接纳友好的关怀行动 将成为支持爱奇儿家庭 走下去的五行力量 就会露 quién Sapp 打开筒 打开第一 害趣